主席 政治權力不是唯一壓迫的來源 資本也可能一樣的壓迫 正因為權力無所不在 所以言論自由每個人都要隨時隨地寸土必爭 絕不退讓 這是你當政務官前說的話 但是今天我看你的報告第一頁 我就很擔心了 你對於這個中國的政治壓制言論自由跟審批制度 報告的理解是說 因為兩岸政治體制政策法規 藝文生態民俗風情不同 這樣的認知報告做為一個要談判的起點 部長你有看過文字你同意嗎 就是我同意的文字 這樣讓我開始擔心你會不會退讓 我想今天我們很多委員都在問的就是 台灣的文藝工作者在中國 一種可能是受到所謂的限於令 因為競爭的關係限制他的演出 第二種更嚴重就是政治的打壓 所以現在兩岸的交流我想我們最重要的是說 不要造成民主跟經濟的雙輸啦 兩岸交流當中怎麼樣建立我們對於人權 自由跟民主的防禦的機制 民主防禦這個是我們期待 你在所謂的兩岸前瞻論壇要去做的 但是我很擔心你這裡面的報告 會不會幫中國審批制度漂白啊 會不會還沒有談判就退讓了齁 就接受了中國所謂特殊的政治體制啊 那個我要進一步問部長齁 部長你上次承諾我說你會去談審批制度嗎 你的承諾有沒有縮水 沒有 還是一樣 你會積極寸土 這個避爭絕不退讓 我們會積極的 會穿土避爭絕不退讓是不是 我們會積極的協商 好那我問部長齁 你在第五頁提到你要談的所謂的審批制度是什麼 你說要透過協商機制爭取對未涉及意識形態文化產品免除審查或被查方式進入市場 只在特定城市或實驗區同意免審查上市 這個是你所謂的承諾嗎 第一個 未涉及意識形態文化產品 什麼叫未涉及意識形態 所有的文化產品 到底如何定義有沒有涉及意識形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只在特定城市或實驗區同意免審查 這有可能嗎 難道我們一部電影進去有兩個版本 一個版本是在特定城市播放 一個版本是在特定城市以外的其他地區播放 是這樣嗎 請部長針對這兩個條件做解釋 鄭委員 那個目標是明確的 我們希望為我們的文化產業文化創作者 爭取到最大的表達的可能性 這已經是最大的 目標 這已經是最大的 目標是一定的 接下來就是講到策略面 策略面就有很多 那就是一個協商的過程 哪一些是要非常的積極 這個不是你協商的結果 不是當然不是 部長這是你還沒有去協商前 你的立場就已經開始退讓了嘛 文化產品沒有涉及意識形態 怎麼解釋咧 所有的文化產品不都會涉及 人的思想主張意識形態嗎 難道部長你還沒有談判前 你就先為中國的未來的審查制度跟思想控制先解套嗎 先做一個預防性的解釋嗎 我們看了非常擔心這就是你的承諾要去談審批制度 這樣談會不會更談更麻煩啊 還沒談之前我們還可以批判他 結果你談如果談回來這兩點 我們怎麼批判呢 委員我剛剛還是講到就是說 我相信我們之間的目標是一致的 但是在策略上哪哪者 何者為公何者為首 這個中間是需要非常細緻的布局 越解釋越解釋越不好 這兩點請你回去重新思考 我給你看看 這個不是像這個面對所謂的一個不自由的國家或獨裁國家 不是只有台灣這種做法 那麼你在歐洲待那麼久 歐盟的前身歐歐洲經濟共同體 當時在整合的時候呢 也曾經因為以不民主為理由 我拒絕這個佛朗哥統治的西班牙加入 所以要看你的民主防禦機制 你的底線要設在哪裡嘛 結果我現在看到非常擔心 我本來還充滿期待 請部長今天來報告 結果我們還沒談 我們的底線就設出來了 而且是為中國可能未來的言論的審查 做了一個預留的框架 那麼我們非常的擔心 這樣會不會越談越糟糕 這樣的爭取難道是在未來解套嗎 這是我第一個疑問 那麼第二 再請教部長 你剛剛說要具體來看每一項 我來請問部長你知不知道 我們現在兩岸合拍電影 有什麼樣的 中國有什麼樣的規定跟限制 除了他的審查制度以外 他也沒有特別針對台灣的電影 有什麼樣的規定 你剛剛說中國的審查是對全世界的 但對台灣呢 您現在是講他對於合拍的技術上的要求 對他對台灣也沒有特別的規定 合拍他是第一個他劇本要送審 劇本要送審 他是所有劇本都要送審 對其他國家嘛 好從審查從劇本就開始 然後呢 然後您是說 身為文化部長 今天要反對談 你比如說 你都要接見這麼多的電影人 你都不知道我們電影人 對在中國還要問輸待遇呢 對我要問的 您是說他比如說 你還問我 不是 我要說你要問的是 他的這個程序的問題 比如說他規定說他20天 只要做就要決定 然後他要通知申請的單位 不是程序的問題 他不准許我們台灣 用台灣的名義去申請 所以部長不了解齁 中國國家廣電總局電影管理局 關於加強海峽兩岸電影合作管理的現行辦法 辦法裡面講得非常清楚 關於大陸與台灣合作設置電影呢 故事情節和人物必須和兩岸有關 這個是對台灣特殊的限制 這一點政委員正是這一點 我們這一點是我們正在處理中的清單 你認不認同這樣的一個規定 那當然不認同 不認同喔部長 你剛剛都還不知道 你現在都不認同 不是我不知道您指的是什麼 你知道本席為什麼知道嗎 委員您剛剛講的這一點 我們甚至於在ECFA之中都有提出 那你部長你還不知道 我剛剛問你陸委會的報告 一月陸委會已經給了委員會 我們上個會期要求陸委會跟文化部一起給 文化部沒有給是陸委會給了 陸委會的報告說呢 他認為這一條限制我們電影人的創作自由 那麼龍部長沒有宣示也沒有給 事實上我舉這個例子喔 中國審查就從劇本就開始了 那麼除了我剛剛講的這個辦法以外呢 那麼還有所謂的中國的廣電總局頒布的審查通知 那麼凡涉及國家安全外交民族宗教軍事公安司法歷史和文化名人等等等 從劇本就要開始審 哇這麼嚴格耶 是 那這個他也不是只針對特定政治主張啦 我們還記得說像蝙蝠俠 因為這個導演拒絕部分的這個剪接就被禁言了 部長你知道現在這個審查除了對電影還擴及什麼嗎 審查他是全面性的 他包括電視包括連音樂的歌詞 音樂都有 對全面性的 還有一些新類型的電影 對全面性的 為電影 對全面性的 就包括我剛剛提到一個 我不知道 我剛剛提到一個例子 包括我們金穗獎的得主的關於器官移植的 連網路劇都要審查 他也會審查 這個網路劇都要審查 那麼為電影要審查齁 這麼嚴重的一個言論自由的傷害 部長你現在去談齁 這本來就不容易談啦 但是你的報告裡面齁 卻告訴我們說 你沒有組成談判團隊 部長我請教你 ECFA談判前 我們花多少時間組談判團隊 嗯 眾委員 這個是牽涉到對於談判的定義 因為你說組成談判團隊的時候 我的認知是像我們ECFA的時候 是跨部會組成的團隊 這個要到對方要到大陸去談判的那個正式的團隊 叫做談判團隊 那那樣一個正式的談判團隊 所以你不需要 我們目前並沒有 你沒有對 所以今天我們看了非常難以接受 你7月要談沒有談判團隊 然後你說你不需要 你還不是說你正在組 難道靠龍運台一個人嗎 我們這麼重要的議題 難道靠龍運台一個人嗎 我剛剛是說我們部內是有 我們是有大陸工作小組的 ECFA工作小組是要上談判桌的嗎 這些所有的我們的文官們是要上談判桌的嗎 我們現在還沒有到那個像ECFA 我剛剛問了 ECFA談判錢花了一年半了 那麼但是咧 文化部到現在沒有談判團隊了 那麼主席是不是請時間先停一下 我要請這個我們陸委會 還有經濟部的製裁局 還有我們國貿局 因為人比較多先暫停謝謝 這個處長後面這一位是 我先確認一下 你是國貿局 再來是製裁局 好我們三位來 我很快喔 把握時間啦 這個陸委會有沒有參與 兩岸前針文化論壇的談判團隊 沒有 沒有好來下一位有沒有 沒有 沒有下一位 沒有 相關單位都沒有參加 然後我們兩岸文化論壇靠龍運台部長一個人嗎 委員我們跟陸委會之間有一個工作平台 那我說我們現在還沒有團隊 然後寫完口子給龍運台一個人去談判嗎 我們有大陸工作小組 我們有跨部會的 的專案的平台 那我只是跟連接說 你所謂的談判團隊 我會把那個定義 現在還沒有到哪裏 我非常擔心七月 這樣的一個會議 對台灣是不利的 沒有在七月 沒有準備 沒有在七月 你下班連辦一樣是不利的 你沒有去主人談判團隊 我再請教陸委會 文化產業是不是服務業的一部分 是的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有沒有包括文化產業 有部分 有 那現在文化部又另外主導了兩岸文化前瞻論壇 兩個團隊去談 會不會讓中國我們個別急迫 兩邊跟你們談的不一樣 然後呢 又沒有一個整合的一個談判團隊 會不會 跟我們報告 兩點 第一部分就是說 我們文化產業對我們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在後續服務貿易裡面 我們就 你還會繼續談 十一個產業裡面的中間 你有納路嗎 我們一直持續在談 有納路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跟 兩個團隊又不整合 那我接下來我再請教陸委會 這個現在我們兩會要設代表處對不對 是的 未來會規劃派駐人員 會的 文化部有沒有跟你申請說 他們的人員要派駐在內 有我們在我們4月18號 我們這個 已經有對外講了說 這個第一階段 兩邊的已經開始進行這個 第一階段的這個協商 就這個設出的問題 那這部分 文化部已經跟我們提出申請 這個文化部第4頁的報告說 要以派駐人員方式 透過直接公權力的形式 來為我們在大陸的這個台灣文化工作的服務 這個公權力的形式 陸委會的解讀是什麼 文化部今天的報告 公權力的形式 這解讀是什麼 這個代表沒有官方身份 現在這部分 因為兩岸兩會的這個 護士辦事處的問題 還在繼續持續的在談 你不敢解釋是不是 那這部分 這話不多說啦 要是公權力的形式 那公權力的形式 我來請問 這個陸委會 這個公權力的形式包括什麼 剛剛那個龍部長已經有解釋過 這是說如果我們在大陸 有民間的這部分 他們沒辦法提供協助的話 那這部分 公權力啊 我請教龍部長好了 最後我就問你看你要去談判前 你知不知道這個基本的概念 因為你的報告說 公權力的形式派駐人員 請問部長 有關於這個 維也納領事公關係公約第二章 對於人員的相關的派駐的規範是什麼 維也納 你不知道嗎 不知道 那你不知道你就要派公權力形式 任人形式 任委員如果要問我說 我對於公權力的界定是什麼 我可以跟您回答 就是說比如說 我們的優巨團 優人省谷 當他在大陸的經營受到損傷的時候 優人巨團 你現在講的是他以後要做的事情 他不可能去跟當地的政府去做協調 所以當我們的辦事處去那邊協助他處理 他可以去做 很好 你講的是他以後要做的事 我現在講的是他派駐的身份 依照這個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第二章 我們派駐的領館跟領事的關係人員 要有便利特權跟豁免 你不知道你就說你要公權力的身份 陸委會也不敢 也不跟我們說明說到底未來是什麼 我請教部長 你若是公權力的身份 我現在用公權力的意思 相對於純民間的身份 你這個是太一般常識性 你已經當政務官一年多了 不該這麼常識性 你若是公權力的身份 你的管內 你的小組 要不要掛國旗 你的文件對方可不可以來幹 因為陸委會正在跟對方協商的事 所以嘛你們根本事先沒有協商 我用的公權力的意思是說 相對於我們民間個別的去作戰 那當我們有辦事處在那裡的時候 是可以發揮一個一般的民間無法做到的 本局當然希望我們派駐人員有最高的功能跟權限 但是我今天要讓部長了解是說你的準備 這是你的準備 你的所謂兩岸談判這樣的準備 大家對你期待這麼高 但是你連我們既有的 我們的其他部會的談判的準備 規格都不到 也不整合 要靠榮英台一個人 難道用辦演講的方式去談判嗎 我非常的擔心 教委員謝謝你關心 我們是有平台的 下半年這樣要辦